这是九华山88岁的普文法师 坐钢三年修成肉身菩萨 开钢的真实影像 只见普文法师保持生前的坐姿 头顶甚至长出了两寸白发 那么普文法师究竟经历了什么 遗体为何能够不腐不烂呢 2000年88岁的普文大师 感觉到自己大陷将至 便召集了所有的西夏徒弟 告知他们自己马上就要死了 不过也不用过于悲伤 毕竟人老诸黄 自己一生修道 死了又如何 普文大师还嘱咐徒弟 等他死后 把他的尸体放入大瓮中 三年后再开关 若尸身不服 则为正得道 拜则为修道不成 便可寻一处安葬 听到这话 众弟子都劝普文大师三思 毕竟九华山历代以来 肉身菩萨也就那么几个 期间不是没有得道高僧 将尸身放入陶瓮中 试图炼成肉身菩萨 但无一例外 皆是无功而返 若是师父真的成功了 这对大家都有好处 他不但可以扬名立万 还可以让自己的妙语 名声大噪 但如果老师的推演失败 那就是自取其辱 被天下人耻笑 修为太低 尽管他们知道 师父是得道高人 但做刚的过程充满了变数 所以他们并不想师父冒险 对于众弟子的劝解 普文大师微微一笑 表明了他的决心 他只想让门下的弟子 了却他这辈子仅有的一个愿望 普文大师说完这句话 脸上挖着笑容 与试长词 徒弟们只能遵从师父的意愿 把尸体放进陶罐里 普文大师的人生 可以说是一尊活着的菩萨 他的原名叫方长生 生于1912年 居住在安徽省陆安市 因为家中贫困 家中兄弟姊妹众多 方长生为养家糊口 只得带人出家 自此潜心修佛 十岁时便到九华山的天台四念经 令人惊讶的是 方长生在佛门上的造诣极高 几乎是一眼就能参悟 而且对佛经也有自己的理解 可好景不长 原本潜心修佛的方长生 却遭遇了这一辈子最难忘的时期 抗日战争打响后 普文禅师为保家卫国 做出了重大决策 毅然出山抗击日寇 他退去了僧袍 换上了一身戎装 变成了一名行走在生与死之间的 医护人员 他以坚韧不拔 不畏生死的精神 挽救了无数抗日将士 在抗日战争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被人们尊称为活菩萨 抗日战争结束后 普文大和尚完全可以在国家 找一份安稳的工作 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但他还是卸下了身上的军服 重新来到九华山的天台寺 诵经普渡苍生 1958年大跃进期间 普文禅师响应国家的号召 率领门下弟子开荒 并把采集到的粮食草药 免费赠送给老百姓 除了这些 普文大师还自己研究了一些中药 为当地的老百姓免费看病 这样的人做了这么多积德 如果普文大师的计划失败了 那么他的身体就会化作一具白骨 名声也会毁于一旦 所以普文的徒弟们一直到了开纲的那一天 都是心神不宁 开纲的那一天 有很多虔诚的信徒和僧人都来了 他们小心翼翼的把坛子上的砖头取下来 掀开坛子的盖子 一股香味扑鼻而来 当大桃罐被掀开的时候 大家都大吃一惊 普文大师正坐在罐子里 脸上带着慈祥的神色 他的尸体并没有腐朽 反而是头上冒出了三尺多长的白色头发 这个一生都在做善事 一生都在追求名利 在三年的时间里 他完成了他的诺言 获得了心灵上的圆满 九华山上除了普文大师 另一个备受瞩目的肉身菩萨 佛教史上唯一一个女肉身菩萨 叫江素敏 她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传奇色彩 1911年出生 家境极好 也不知道是不是命运使然 江素敏自小 就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5岁时 他就成为了虔诚的佛教信仰者 然而 他的父母并不同意 最终被迫与一位教师结婚 但没过多久 他的老公就病逝了 江素敏再也没有了牵挂 他将所有的精力 都投入到了佛门之中 甚至还去了五台山的显通寺 改名为仁义 仁义失态 胸口平坦 下半身合拢 所有的女性特征都被抹去了 最奇妙的地方在于 仁义失态埋尸的时候 两根手指都是捏着的 而打开坛子后 他就变成了磨针 就像是在给病人看病一样 仁义失态曾经在沈阳中医药大学学习过 主修的是针灸 当年朝鲜战争打响 仁义失态毅然下了山 加入了一支志愿队伍 随后成为一位医生在朝鲜战争三年中 他曾多次在枪林伴雨中抢救伤员 手掌也曾被机关枪洞穿 仁义失态因为常年在雪地里蹲着 所以脚上有了病根 这根拐杖就成了他的传家宝 战后仁义失态重归五台山 专心修炼 72岁那年仁义禅师来到了九华山 住在通会禅林寺 那时候寺院已经残破不堪 便自掏腰包 用自己的全部积蓄12万元重建了寺院 并在此开了一家针灸馆 延续着行医济世的传统 1955年 85岁的人义失态宇世长辞 他的徒弟思上大师 依照九华山的丧葬习俗 亲手给师父装了一口大泵 那时候谁也没想到 仁义失态能练成金刚不坏之身 中国甚至佛教史上 也没有类似的先例 因此做刚的过程十分简单 谁知三年后 当众人掀开陶冠的时候 却惊讶地发现 仁义失态的尸体居然没有腐烂 而是成了一尊肉身菩萨 这在佛教中实在是一个奇迹 众人连忙给他披上了一件金色的衣服 可是当他穿上这件衣服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他身上所有的女性特征 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佛教中 不管是男是女 修行到一定境界之后 都会成为无相之人 无男无女 仁义失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实际上普文大师也好 仁义失态也罢 他们都是一颗虔诚的心 心怀天下 为天下苍生服务 不管是不是成了肉身菩萨 都是值得我们尊重的